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事小事身边市 星岛与你更贴时事 今天是美西加州时间4月27日 先来关注今天的投资新闻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 将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 提升至1.5万亿美元 法案获得217票的赞成 215票反对 共和党领袖表决之前 同意修改法案部分的内容 成功争取部分保守派支持法案 但是仍然有4名共和党议员投反对票 由麦卡锡提出的法案 经共和党领袖深夜修改部分内容 在生物 燃料 扣税 优惠等方面改变条文之后 终于获得部分保守派的支持 民主党反对立场一致 领袖结罚李斯批评法案 不可接受 不符合常理 无法执行并且荒谬 部分民主党人更加嘲笑法案 是共和党的勒索信 只会为国家招致财务危机 麦卡锡表示 法案将联邦支出 限制恢复到2022年的水平 在未来10年之内 将支出增加限制维持在1%以下 以防止美国发生财政危机 但是共和民主党党对法案看法两极 预料难以在参议院通过 美国总统拜登希望和国会达成共识 允许进一步提升债务的上限 共和党希望以限制和接省联邦开支 处理现时的财政危机 澳洲当地时间20号 一架从澳洲昆士兰州 飞往首府达尔文的航班起飞之后 有乘客突然发生冲突 由于无法劝止 既是无奈接反和报警 事件当中一名妇女被警员带走 被控涉嫌攻击行为 以及不遵守机组人员安全的指示 当航班在第二次出发的途中 有分闹事的几名乘客突然再起争执 今次还动武、群勾 现场一发不可收拾 从网上流传的影片可见 至少三名年轻男女 向一名中年男人不断挥拳 对方不停招架 甚至有人拿起玻璃瓶的物品 过程当中一个飞机枪被敲烂 航班只好第二次降落 北领地警方拘捕两类一男 罪名包括故意伤害、扰乱公共秩序、毒品罪、妨碍警察和损坏财产 另外国字访问美国的韩国总统韻石月 美韩同盟成立七十周年 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以英文致辞 强调韩国将与美国一起维护及伸张自由价值 两国同盟亦答应全方位升级 他高度评价两国在过去的七十年历史当中 在军事安全合作领域取得成果 持续推动经济合作发展 韩石月表示朝鲜研制核武和发起导弹挑衅的行径 对朝鲜半岛和全球的和平 以及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 为了抑制朝鲜的魯莽行为 最重要是韩美团结 他重申无核化原则 强调将会坚决应对朝鲜的挑衅 同时打开对话之门 此前韩石月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拜登承诺会协助韩国对抗朝鲜的威胁 另外蒙大拿州共和党人掌控的州众议院 以68票对32票的表决结果 要求民主党跨性别众议员扎菲尔 在今年余下的会期可参与投票工作 但不可以谈论正在审议当中的各项提案 以及修正案 州众议会昨天禁止扎菲尔 在2023年余下会期进入州众议会的会场 医情界议员在辩论时禁止对变性未成年人进行 性别确认护理的抗议活动 今天跨性别众议员扎菲尔被禁止进入议会大厅 在大厅外工作也被保安驱赶 扎菲尔表示他只能通过电脑投票 并且观看议会实况转播了解会议厅的情况 另一方面 21岁的麻省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特謝拉 被控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机密文件 检测官认为他在后审期间都应该被关押 指他曾经发出暴力的威胁 有逃亡风险 但特謝拉的律师便称 政府夸大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建议他的父亲保护他外出后审 就算他可以外出后审 也会受到定位的监控 不可以上网,不可以跟任何证人交谈 检方指控他在2022年12月 开始向电子游戏聊天室 张贴机密信息 在2023年1月 开始上传照片 引发有关美国政府 如何处理机密信息的问题 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下令 对国防部的机密情况处理 进行45日的审查 有时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新闻 Hello Hong Kong 我是青岛中文电台叶丽灵 刚刚从香港回来 但现在又想再回去了 回香港除了饮饮食食和shopping之外 今天为你介绍另类的选择 就是香港生态之旅 我们出发 位于香港最东面的东平洲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 充满着各种长期被海蜇和风化的怪石 有过百种的珊瑚群和海洋生物 是全香港拥有最多石珊瑚的地方 非常适合浮浮 对呀 在香港也可以浮浮 第二个推介就是 昔日济盐之地的西贡盐田寺 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 到现在依然保存着 充满异国程教的圣洋室小堂 提供大量的打卡位 也设有文物展览中心和保育中心 其实香港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 都是香川和郊野公园 是香港真正隐藏的贵宝 各位 心动不如行动 马上订机票吧 我们香港见了 寻找动人权缘 编织美丽同化 星岛青山小姐选美 现在接受报名 优胜者可获三千元奖学金 星岛日报 娱乐头版加力 可能就是你 我们参加了 星岛青山小姐选举 认知了很多好朋友 增加了自信心和舞台经验 锻炼了仪态和谈吐 参与了不同的社区活动 回馈社会 欢迎你们也来参加 回来新闻时间 格林美rapper米奇尔 被控收售马来西亚富商的巨款 协助他接近前总统奥巴马 以及影响特朗普政府 被控阴谋诈骗美国 为中国政府担任未经注册的代理人 密谋进行非法竞选捐款 干扰证人等的罪名 法庭裁定10项的罪名成立 最高可以判监20年 米奇尔否认全部的控罪 强调他并未在富商的指使下使用这一笔金钱 法庭上未公布量刑的日期 米奇尔的律师就表示 对裁决感到十分失望 在量刑时 肯定会提出上诉 另外 美国南部遭受到严重的雷暴 导致巨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从德州到佛罗里达州多个州份 都接获冰雹的报告 美国南部沿岸地区 最近一直遭受连续的雷暴 冰雹对广泛地区造成影响 网上的片段可见 冰雹导致一名德州居民后院的泳池翻起巨浪 冰雹的大小和数量都非同小可 预计未来几日 仍然会继续落冰雹 明天会更加严重 由于4月到5月 美国南部气温会急升 是造成极端天气的高风期 民众需要保持警惕 注意天气预报 而加州的空气资源委员会 今天就表决了一项的规则 将于2030年之前 禁止使用超过23年的柴油动力火车头 并于运输货物事务当中 增加使用零排放技术的比例 禁止将自动关闭功能的火车头 慢车空转超过30分钟 两项规则是加州执行 预料 全国同类型规则将会陆续跟随 加州监管机构指出 柴油排放占加州有毒空气污染物质 癌风险的70% 并会严重影响人类健康 一些社区人士认为 加州应该进一步限制火车头停车空转的时间 其他人担心网购量会增加 只得柴油火车使用量相对增加 影响社区空气污染 有人表示 现时失行控制火车头排放标准为时上早 认为将会增加铁路公司的成本 从而导致物价上涨 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 24日出现在体育场观看NBA 胡人队和灰雄队的赛事 结果被Kiss Camp捕捉到 两人的身影被投上大屏幕 现场的观众要他们咬一口 当哈利想亲吻梅根的时候 梅根一直傻笑只向镜头废手 下一秒紧触着哈利的手臂 完全没有倩敏的意思 现场画面相当尴尬 这段画面被NBA放上官方Twitter 引发众多网民的热议 据报 今次是白金汉宫 自白金汉宫宣布哈利 将独自参加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加冕典礼之后 两人首次公开露面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唐贝加就表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4个月以来 北约和盟国至今已经向乌克兰交付 以千计乌军士兵已经受份使用北约武器 9支新的装甲车已经接受装备以及训练 互放能够处于有利的形势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南部城镇建造 长达30公里的混凝土障碍物 并设置大量的防御阵地 以应对新一批在西方接受完训练的乌克兰军队 准备发起反攻 专家指出 乌克兰需要有效进行联合作战 先可以取得进展 如果乌克兰能够夺回南部控制权 它可能阻碍俄罗斯粮食的运送 以及重获进出黑海的通道 以上就是今晚的上学新闻内容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预复的夜晚 我们明晚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